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娛樂新世界的大床 來到了屏東縣法寮 就是要找一種叫做 最來對的蝴蝶 最來對的蝴蝶 有什麼蝴蝶的交流水呢 但是說是這個出發界 調戲長蛾 再次被扁住房間 啊呀呀呀 越想心越緊張 為了一探究竟 現在我們馬上出發吧 好累喔 我來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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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是我來找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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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走跪 有有有有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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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腳一雙眼 探索海洋新感動 發現娛樂新世界 今天我們帥氣有型的壁虎 又來出任務囉 訪寮位於屏東平原南端 東陵中央山脈 西街台灣海峽 是南台灣的魚鄉重鎮 素有墨汁鄉的稱號 養殖魚葉非常的興盛 平常我們餐桌上吃的 或是宴客用的海鮮 很多都是來自仿條地區的喔 欸 今天壁虎的任務 就是要出發找一種叫做 水來地的蚵蚵 水來地的蚵蚵 奇怪啊 據目前的情報顯示 它是一種魚類 既然要找魚 這樣我們就去老人海找就對了 老人海有這麼多人在討海 問他一定會知道 現在我們就為這老人海出發 壁虎果然是冰雪聰明啊 找魚的功力真的是越來越高竿了 說起這片老人海 觀眾朋友應該有印象吧 之前娛樂新世界來到這裡體驗 訪寮區會推動的休閒漁業活動 那時候我們的壁虎 可是和許多的觀眾朋友玩得非常開心喔 因為海浪打上來會這樣子比較容易 今天壁虎重游老人海 回到海的感覺是非常的愉快 今天不是要來玩的喔 是要來找一種魚的 前面有一個人耶 不然你才知道什麼是水裡面的蚵蚵 先來去問看看喔 大哥 大哥 請問的喔 你是在叫什麼 叫酒頭啊 叫酒頭啊 叫酒頭 你要叫酒頭去酒頭廚喔 有喔 這個酒頭你看起來沒什麼 其實都是藝術品喔 藝術品喔 我是仿寮藝術村的住村藝術家 大哥你是藝術家喔 是的 沒有沒有 那你剪個石頭是用來做什麼藝術品啊 這個是我們準備做項鍊跟石頭噴砂的一個主要素材 大哥你好有才華喔 沒有這個是一般人常見 但是沒有注意到這個東西的特質 這些石頭都是千萬年才成為石頭的 對 所以這個石頭本身就承載了這一塊土地的一個記憶 那這個海我們這邊的人叫做老人海 老人海 對對對 它海是跟陸地是其實是緊密結合的 其實都是一個台灣海島國家的縮影 所以我們大概早上或下午 太陽比較小的時候就會來海邊走一走 看一看 那當地的人也是海岸整個休息的活動 裡面是生活上的一環 所以我特別喜歡它海邊 找尋靈感 找尋材料這樣 了解 我也喜歡海啦 因為海內存知己 天涯落比零 對 對 沒錯 原來張騰元老師是仿寮F3藝文特區的駐村藝術家 對於仿寮這片美麗的老人海有很深的情感 他認為海是人類的好朋友 他和仿寮區會合作舉辦與海對話的活動 帶領遊客到海邊撿石而卵石 讓遊客在石頭上刻字噴沙 藉此連結遊客和海洋的親近感得到許多遊客的喜愛喔 大哥 那邊的人是在幹嘛 應該是在做沿岸的那個魚撈的教學 魚撈教學 手插網 手插網喔 我可以試試看嗎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是常態性的 常常在這邊教學 這樣喔 原來這是仿寮區會舉辦的 魚鄉文化鄉土教學行程 參加的民眾可以透過這個行程 實際體驗手插網捕魚的技巧 從中了解早期仿寮地區洋海漁民的生活喔 楊大哥 我們好有緣喔 又遇到你了 對啊對啊 剛才看到你在教那個手插網 教他好認真的喔 你教的我都學會了 我很聰明的 真的喔 等一下我可以跟你一起試試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 你手插網它有分前面跟正面 前面跟正面喔 正面跟後面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樣子它是前面 對 它的網帶的現在是在上面 喔這裝衣的嘛 正面的喔 正面的就是它的彎度 你看 它的彎度是正面的 所以它是這樣是正面的 右手在這邊 它這樣子走 這樣子爬一直走 看到嗎 等到你要去抓 把它抓上來的時候 速度變成快一點點 然後壓下去 然後這樣子上來 上來之後我們就去抓 然後呢來 把這個放下去 我們再收 喔了解完全明白 對對對 欸大哥 這個都抓什麼魚啊 這個是抓虱目魚秒的 虱目魚秒喔 欸欸欸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可以啊 喔馬上來了馬上來了 走走走走走 早期的虱目魚秒 無法用人工浮育 只能靠捕撈的方式獲得 因此每年七年前後 仿寮沿海的漁民會利用空前時間 在海邊使用傳統手插網 捕撈虱目魚秒 現在仿寮區會常定期舉辦 雨香文化嘉學活動 希望傳承這項即將失傳的漁業文化 好累喔 好辛苦耶大哥 希望我們今天有收穫 來來看我們餐餅 欸很多耶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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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還撈得到 有那魚喔 對啊 這是在我那裡 這撈的是我小孩 太棒了 對啊對啊 還有水母耶 對啊還有撈到水母 唉唷 不錯耶 老恩海還有水母耶 但是呢我們主要要撈的是 再把魚片啊 再把魚片啊 因為這樣也算是失敗的 也算是失敗 這個我們沒有要去賣錢 但是這個變成是現在 他們高中生的一些 體驗課程 欸 體驗課程不錯喔 對啊 就可以讓這些同學啊 這些高中生啊 可以就是在個休閒的這個 環境下 娛樂娛樂一下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課程 對啊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盡量去配合 學校的相互教育 讓以前喔 他們沒有辦法去玩到的東西 現在可以讓他們實際去操作 對對對 那你們今天覺得這樣子好玩嗎 好玩 有沒有很開心 有 你們之前有看到你們的 爸爸或爺爺啊 用這樣子手抓我們的棒 去捕魚嗎 你爸爸都捕了 他捕到什麼魚呢 摩仔吧 摩仔 你爸爸這麼厲害喔 這是 這是 好棒喔 好棒喔 透過輕鬆的方式 學習老漁民的謀生技藝 相信今天參加這個活動的 每一個學員 行囊裡都是滿滿的收穫喔 阿達哥 阿達哥 今天來這裡 是聽到了海浪聲 還陪你撿那個石頭 還有這個體驗的這個手插網 是非常的有趣很好玩啦 對 不過我今天來這裡 是要找一種魚 那邊住在水裡面叫做蝦蝦啦 蝦蝦 蝦蝦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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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阿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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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人喔 先來去去問看看 快來去 給你請問一下 你現在是在做什麼 要養魚 養魚喔 養什麼 養十斑 十斑喔 我這次來到冰島 放了 是要找一種水裡面的蚵蝶 蚵蝶喔 酒瓣 蚵蝶和酒瓣不甘心腸 不甘心腸喔 是 我聽說這個蚵蝶的蚵蝶 牠的蚵蝶很Q很好吃 一般的蚵蝶還配蚵蝶比較好吃 真的嗎 真的喔 我來養給你看看 要怎麼養 這裡是養魚 我們放進去 養魚 養魚 對 這樣就來吃了 這樣就來吃了嗎 對 老闆你剛才養魚 現在有魚嗎 有 有喔 很快喔 有 這樣喔 還可以給我養魚看看 沒有你來養魚看看 喔 試試看 來來來 這樣就有了 對 有 有 這裡有蚵蚵 喔 好多喔 哇好重 喔 老闆 這是很重的喔 好多喔 這二三四五人 老闆 你這是什麼品種的啊 這是青斑 青斑喔 這是十斑 喔 你這都是什麼 這是十斑的啊 我會有啊 一般都要吃到這裡 我都拿進去嗎 差不多一年 一年喔 那這幾乎差不多下檔 這幾乎十三四年了 十三四年了嗎 對 喔 王老闆說青斑要養到收成上市 體型大小大概是一台斤左右 養殖時間約十二個月 青斑的肉質略帶點油脂 吃起來細嫩可口 可是許多海鮮饕客的最愛喔 譬如你來到這裡喔 你看我養魚有養起來喔 你有興趣要養魚 你看看有沒有 養魚啊 那有什麼問題 來來來來 給我看 沒有啊你養看看 這都要頂點養 對 喔 餵要定點喔 對 那也有嗎 啊 放在人家來 對 你養殼有養殼不養得知道 這樣喔 人家就放下去 喔 都在籃籽上面嘛 對 對 喔 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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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虎你幫王老闆餵食石斑 看起來還蠻熟練的耶 這位王老闆可是為擁有 新思維的現代漁民喔 他和訪寮區議會合作 利用養殖的漁溫 舉辦漁溫生態休閒體驗活動 讓民眾感受當漁夫的樂趣 可是受到許多民眾的好評喔 這位王老闆餵食斑 阿姨姆 這不是想說這漁斑 它有軟還有軟 你怎麼看 咦 民眾的漁斑有四軟喔 有軟咯 有軟咯 我上來就發財了 快點去 我帶來看看 好 後來 你看看 喔 這都是魚軟 這都是魚軟 最重的就是青斑的魚軟 青斑魚軟 對 青斑魚軟 聽說這個九斑 很大錢 一斑 那一斑差不多十六大錢 一斑是超過萬五只一斑 他就是青斑的 你如果六十斑要三斑去 要三斑喔 對 好貴喔 對 這二斑如果要變小魚 要多久了 這還要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才會浮化 才會小魚 才會出生小魚 小魚是怎樣 小魚喔 不然我先刷 這隻看 剛才真的有 喔 這裡有喔 快點去 我先刷 好 來去 我帶你來看 裡面那個料 天的遮安的時候 老闆 你不是要來刷 看牠 看牠水寒的時候 怎麼那麼熱 你刷牠會泡 這有在補溫 補溫 它是它的溫度 就是它的溫度 它的成長才會生產 喔 看到了 因為一顆一顆黑色的點 就是小魚喔 那我搖一切給你看 比較清楚啦 喔 你看 喔 看到了 看到了 這也是三八十六 三八十六 接下來七段 變成什麼 現在像喔 你現在高峰的 牠就換白鞋了 白鞋了 再來咧 再來喔 現在你牠白鞋了 人家一段 一段 接兩春了 兩春了 對 牠這才算尾 牠只要幾年才有店 兩春了之後 才讓人家大約去榜 那就是一個改端 那一月是 那你一月收到牠了 落到一天 所以喔 所以白鞋了一月 整個減時的行程 才13塊左右 喔 一尾十三塊左右 對 牠買白鞋了 那幾兩春了 一月到四十 喔 了解 了解 王老闆說水質 溫度 換氣候 都會影響到 魚苗的價格 難怪王老闆 對這些魚苗秀名名 待會王老闆 還要帶壁虎 去看牠最心愛的寶貝 愛看熱鬧的我們 怎麼能夠錯過呢 老闆 你們這裡都是什麼 對 龍仔石斑 龍仔石斑喔 對 喔 阿姨 那位是在餵牠吃東西嗎 他在餵牠吃東西嗎 他在餵牠吃 喔喔喔喔 好大好大好大 喔 好多喔 這裡在黑鞋裡了 喔 只要鼻鼻鼻鼻鼻鼻鼻 老闆就要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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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裡都一天吃幾次了 很大魚 吃三天是一次 三天吃一次 對啊 社會是一天吃一次 老闆 你怎麼看三天吃一次 人家的要求呢 對 好 它的食量下來就百幾天了 不能吃千百天 有什麼 吃千百魚才會泡麵 好 來 繼續吃 哎呀 趕快吃 老闆 我要找那個水中的蝴蝶呢 蝴蝶喔 蝴蝶現在比較細胞 在那裡找的那個 前老闆 前榮財先生 他就去蝴蝶 他在大便林 這個王老闆真的很喜歡壁虎耶 直接就跟壁虎說水中黑豬的下落 嗯 看來水中黑豬的謎底即將揭曉囉 啊 給你請教一下 你這個陳老闆有在的嗎 哦 我是你好 你的陳老闆啊 你好 你好 我是這個娛樂新世界的主持人 我叫拼好 你好 你好 啊 聽說你們這裡有這個水裡面的蝴蝶 那不是 有人說水裡面的蝴蝶啦 不過在台灣來說 是 是水裡的蝴蟲蟲啦 蝴蟲蟲 是 你們這裡的魚都是蝴蟲蟲的嗎 沒有啦 不是啦 因為在台灣的心態中 那個蝴蟲蟲 那個蝴蟲蟲的東西啦 到底什麼是黑鑽石呢 我也不知道 老闆 我可以去看看嗎 是嗎 是嗎 這蝴蟲蟲蟲 我真的帶你來看 這蝴蟲蟲到底是什麼 就是蝴蟲 原來水中黑豬就是海蟲啊 為什麼海蟲會叫水中的黑豬呢 而且跟黑鑽石一樣珍貴耶 壁虎啊 趕緊跟著陳老闆去瞧瞧吧 哦 大哥 這裡就是蝴蟲喔 對 對 對 哦 好多哦 那是你燙的燙去噴 噴去是你噴什麼 這是蝴蟲 蝴蟲喔 對 用什麼蝴蟲 用蝴蟲 用這個喔 對 這是什麼蝴蟲啊 這是海蟲蟲蟲 用什麼蟲蟲啊 用魚粉啊 用一種田舎物 田舎物 對 海蟲蟲蟲 它時間到它就自動蝴蟲 蟲蟲 它要輸出我吃肉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我怎麼知道它吃肉 泡吃沒有肉 哦 這是海蟲蟲蟲蟲 它是蚵蟲 因為吃肉吃沒有肉看好 哦 海蟲養殖的方式可分為蝦蟲養殖 與魚溫養殖兩種 在迡寮地區 大多是以魚溫養殖為主 魚溫養殖的海蟲生長速度 叫蝦蟲養殖慢 但肉質可是一樣鮮美喔 你要吃看看嗎 現在不是你吃的 對啊 你會讓我人家跟蟲蟲蟲蟲 用這個喔 來 幫你吃 幫你吃到肉 幫你吃到肉 幫大哥有胃薄一點喔 來啊 來啊 喔 老闆 每一位都這樣搖啊 你跟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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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吃一公斤的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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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哦哦哦哦 好呀哦 哎呀啊 喔稍微脱了 小心 好了 快哦 哎呀呀呀 啊 ossa 哦 这里面暴 sou 哦 哦 原来这个是传说中 水裡面的黑鍋也是這個大哥心目中的黑鮮酒 一位黑媽媽 黑金黑金 越看越立心 老闆 這位是豬肉有了 這位是七八九月而已 七八九月而已 過多冬啦 過多冬啦 那你是六冬啦 那差不多10公斤 1公斤喔 那豬最大是可以豬肉肉嗎 這個如果豬肉可以豬10公斤以上 10公斤以上 老闆 你都豬肉豬拿去買了 我都豬1公斤我就買了 1公斤就買了喔 是是是 剛才你說的豬10公斤 你豬1公斤吃到20公斤 這次他拿去買 這次賺到800 因為這1公斤的豬肉我們拌在用的 是 那中國人做湯 做麵 豬肉要有湯有味 所以我們這次都做一魚兩次在用 陳老闆說 海莉大概長到每尾一公斤左右 就可以收成囉 海莉的肉質非常結實 並帶有滑嫩的口感 無論是快早或煮湯 都非常的適合喔 既然知道了海莉的美味 娛樂新世界當然要帶大家來品嘗 道地的海莉料理啦 辛苦了一整天 現在我們來到甜媽媽的餐廳囉 今天看起來菜式非常的豐富 我們可以幫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在地的麥仔魚 它叫做夏日風情 我們這裡放鳥是我們麥仔魚 所以就把一些麥仔魚都用菜 用菜 這個是魚藥屬香 在地放鳥都很多人在吃就班 我們今天就把洋蔥 洋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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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蘸一些 因為現在韓吉養生 所以用韓吉做一些搭配這樣 喔 了解了解 喔 這個是傳說中的 水裡面的黑茶 你是叫什麼名字 這叫做 綠針上油 綠針上油 對 因為是用海蕾做的 這是優格 優格 因為搭配養生的方式 然後用優格 讓我們試吃說 這個魚味的感覺 哈利的美味 真的是吃在嘴裡 幸福在心裡耶 水中黑豬真的是名不虛傳 愛吃海鮮的觀眾朋友 可千萬不能錯過囉 來到屏東訪寮 一日遊的行程 該怎麼安排呢 第一站可以來到F3 藝文特區 逛逛繽紛熱鬧的藝術村 體驗動手DIY的樂趣 再帶著獨一無二的伴手禮傾城 接著可以到第二站 F3 紅樹林生態的戰道 近距離認識仿搖水文風情 然後從藝術村租借腳踏車 來到第三站 大武力福德宮 大城異包聚落 看一看非常特殊的藍聖廟 和黑面土地公 及特色眷村建築 認識仿寮在地人文故事 如果想要體驗仿寮當地的養殖特色 可以參加仿寮區域會和養殖業者 舉辦的餘溫養殖體驗活動 了解養殖的過程 最後回到仿寮於港旁的甜媽媽餐廳 享用一頓美味的仿寮海鮮大餐 為這趟豐富的旅程畫下完美的Ending喔 好 大哥 你是怎麼把它裝進去的 這張很厲害耶 它這個很多次好像很多觀音的手在上面 我可以跟你做會滾一條歌嗎 最前面最前面 就這樣 你就一直倒台路就可以了 你這裡有海陸空大餐嗎 嗯 有有有有 我點的是海陸空大餐耶 但是看起來都是海鮮耶